7月23日自新专辑改变发行到现在 已获得双百金的佳季 且目前正在热买当中 为了答谢歌迷的热情支持 张烈颖特别在京城举办庆功宣伤会 男生也太改变 可惜原来我比起你很糊涂 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 爱就爱了爱了爱你的全部 人气扶摇纸上的张烈颖 自身心情越来越好 而且也会积极寻找快乐 被问其处理与家人分享快乐外 是否也到时候找个男友了 对此他表示不希望大家关心工作以外的事情 更犯话将来结婚不会隐瞒 但过程不会公开 我会觉得男不男朋友的事情的话 真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想跟大家聊这一方面 反正我有跟大家讲 如果有一天我会结婚的话 然后我就会告诉大家不会隐瞒 可是过程结果真的 是我工作以外的事情 我不希望大家关心这些 近来随着各种选秀与歌唱比赛不断的充斥 心境歌手也越来越多 但是能走得久的却屈指可数 作为过来人的张烈颖表示 有了表演的平台 但是也要加倍努力 因为没有人能一步登天 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长久的停留在众人眼前 我是觉得就加油吧 因为没有谁会一步登天 有了好的平台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尽情地去表现 可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地累积 就像自己当艺人也是从 当艺人的时候 不是说大家认识这个人了 知道这个歌手了 就结束了 你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长期地停留在大家眼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